伙伴们大家好 我打算谈一个欲望系列 前几年日本的作家大前燕音 他写了一本《第一欲望社会》 那么一个第一欲望社会就羡慕日本 进入了一个第一欲望的社会 从去年到今年我们讨论了很多的就是躺平 其实躺平就是第一欲望在我们行为中的表现 其实我们也有部分的年轻人 或者少部分年轻人开始进入了低欲望 那个低欲望无论是躺平也好 低欲望也好 他在对无论是对社会还是对个人 他都可以说只有害处而没有益处 那么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探讨欲望的产生 欲望在社会生活和我们个人生活中的正面价值 我们历朝历代对欲望的态度 为什么有的朝代他精英他强调满足欲望 有的朝代他的精英强调要灭欲 节制甚至是消灭欲望 原因何在 欲望和尔尔杰伯诗歌散文 欲望对我们个人的正面价值 欲望对我们的负面价值 我们怎样的满足欲望 怎样的超越欲望 怎样的使我们的生命充满激情 永远不躺平 永远奋斗下去 我们的社会和我们个人 在这方面应该做出共同的努力 我上次谈了欲望的一些正面价值 我今天我在这里和大家讲 对欲望的正面价值和负面价值 欲望在我们先行文修中间的表现 当然我上次已经讲了 其实欲望就是人们的自己 满足自己需要的一种强烈的渴望 其实它满足需要 动物本能 它就是生理的需要 那么我们作为一个社会的人 我们还有欲望 还有心理的需要 我还专门讲 欲望它的分化 大家都知道 欲望的低层次的欲望 它其实是一种动物的本能 低等动物 或者说自然家的动物 它只有一种生命的那种 满足最低深层的欲望 比如说食欲 性欲 其实动物也有食欲 动物也有性欲 只要有生命 就会有欲望 欲望的止息 就意味着生命的终结 而我们是人类 就是有了欲望 才会有人类 父母因为信誉的冲动 才有了她的儿女 每一个人 都是上一代欲望的结晶 他又是下一代欲望的延续 在这一点上 佛教庇国们看得更加清楚 沙米 密尼 要略 这个宗教的小社子 他有句很有名的话 生死根本 欲为第一 他说无论是生命的淫欲 还是生命的存活 欲都是最为根本的东西 他说如果没有信誉 就不能淫欲生命 如果没有食欲 又没有信誉 就不能延续生命 所以对于国体和人类来讲 都是这样 还有很小的车子 叫圆绝经 他把这件事情说得更透彻 他说 爱欲 或者说信誉 是生死相续的根由 他说 一切众生 都是从无开始的 他说 由于有种种的恩爱贪欲 所以这个世界才有生死的轮回 他说 世界上的一切种性 就是各种各样的生命 佛们有四种生 懒生 就是懒子的懒 懒生就是 比如说鸡 鱼 这些东西都是从无产懒来生的 都叫懒生 他说 胎生 脊椎孤动物 都是胎生 别人类是怀胎 猪 牛 羊 都是怀胎的 懒生 胎生 还有食生 就是干丝的丝 他说食生呢 是指什么东西呢 别人说 那块肉腐烂了 上面长了 这些虫子 他说 这叫食生 还有化生 化生 他是多业力 而出现的 比方说恶鬼 比方说 欲伤的受苦受难的那些 阴魂 他说 好 男生 胎生 私生 化生 他说 所有的这些生 皆因 隐喻 而真性命 都是因为有隐喻 才有了生命 他说 他说 当之轮回 爱为根本 由于 由有诸欲 奏法 爱信 故 令 生死相续 他说 所谓的生命 生死 不断的更替 都是由欲 产生的 一切 都是由欲 由于信誉 保证了家族的 子生 还原 信誉 也保证了 民族的 瓜谛绵绵 所以 我们的老者中 所有的民族 不就是我们民族 所有的老者中 民族 他的走线 都有 生死 崇拜 比方我们民族 早期 就是多子 多福 就是求子 别人说 即使是佛教中间 还有个宋子的观音娘娘 别人说 世经中间 有一首诗 就是 福一 他说 财财负一 薄养财之 财财负一 薄养有之 财财负一 薄养多之 财财负一 薄养多之 财财负一 薄养皆之 财财负一 薄养负一 薄养是一种 车险草 古人 他相信 这种车险草 他会使女性 更容易怀孕 财财负一 就是财啊 财啊 财负一 薄养财财之 大家注意 薄养是个 语气咒识 没有什么 实际音音 前两句说 财财负一 薄养财财财财 财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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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罗友直隐 当然在一个和平的年代 夫人都想多生孩子 那个我们的文艺多先生 认为财产富裕这首诗 他就是写的 生子 希望多子 希望多福 所以在我们的古代 即使儒家 他也肯定信 比如说牧子中间 实设信也 设计是信誉 实欲和信誉 当然是人的本性 当然满足这些本性 才是符合人性的 所以实情中间 当然能爱现实 所谓爱现实 所谓的爱情 性爱是根本 而且是基础 比如说王峰 中间就有一首诗 叫彩阁 这首彩阁的诗 现在还有我们的成语 我把它念一遍 他一共三段 他说 彼彩阁夕 一日不见 如三月夕 彼彩消夕 一日不见 如三秋夕 彼彩爱夕 一日不见 如三岁夕 他其实写的很简单 但是他写的非常的真诚 这是个小儿子 特别想他的女朋友 一天不见 用我们的话来讲 要天天的粘在一起 彼彩阁夕 他说在田野上 彩阁的那个姑娘 我真是爱死她了 我一天不见 就像三个月 没有见到她一样 彼彩消夕 消也是一种草 他说一日不见 如山秋夕 我们像是说 一日不见 如隔三秋 就是从王丰 彩阁 这是十周年来的 他彼彩爱夕 一日不见 如三岁夕 就像隔了三年 就是对他 非常强烈的 爱的欲望 可求 就是我在这里 和大家讲 就是先情呢 比我们想象的 要开放 他不像我们封建社会的后期 对武姓的禁锢 越来越厉害 一直到汉朝 人们的信誉 还是采集一种 非常开放的态度 比如说 刘欣的七略 七略中间 有一略 叫方济略 方济略中间 他包括四个方面 点击的内容 就是 一金 金方 一金呢 就是医学的理论 金方 就是我们中医的处方 防忠 防忠术 防忠术 念究什么呢 他全部是念究 性知识 和性技巧 汉朝 对 两性的性技巧 念究的 真是五发八门 可惜 这方面的书籍 他说 唐朝还很多 到了宋朝以后 就基本上就萎缩 甚至失传 我觉得这个很可惜的 就是我们的古人呢 他有一种天然的本能 其实古代的西方世界也是一样 他是记得叫传到你以后 他才有一种对心开始进步 别人 别人古代 包括我们农村 古代的女儿出家 有些家里的妈妈 还要暗中的向他女儿传授性技巧 好让他和他的丈夫相亲相爱 这点说和我们今天是不一样的 就是对爱 有种强烈的渴求 而且他采取这种非常肯定的态度 如果没有那种强烈的爱欲 没有多指多福的这种观念 我们民族也不可能有今天的世界第一的人口 因为我们的民族也不可能占有这么大的时空结构 欲望在民族的产生 民族的延续 民族的繁衍中间 它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没有欲望 就没有人类 就没有民族 就没有我们个人 大家要想听欲望 欲之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谢谢大家 朋友们 众你行他千把斗 默然回首